浪琴彪香港短途錦彪的入選馬匹當中 有一些熟悉的名字 牛州最佳短途馬獨掌全拳 在今年6月再度贏出英國王籍錦彪 是自1934年以來 首匹能夠閃聯這項錦彪的賽區 實力仍然保持得很好 至於拜倫分爵 就已經是第四次遠征香港了 他最近五場賽事通通跑入前三名 發佩在10月份贏出英國冠軍短途錦彪 還有緩衝之計 去年他在澳洲兩度和天狗交手都贏 今次作客來香港參賽 是否一樣有威力呢 強敵當前 香港主隊的牌面亦不輸蝕 除了有大賽經驗豐富的天狗之外 亦都有幸福指數和有型格這些生力軍 勢軍力敵 這場短途激鬥一定非常精彩 是最終的 是最終的 最終的 谢谢大家